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吧罐头 砸扁才卖 帕朗菲利斯 首先肯定不是所说的什么兽人组 因为我们故事里 你看大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定 但是就你像我们之前见过的其他应景 比如说像英或者艾莉 他们都有一些像是那样的长耳朵 异于长耳的特征 帕朵的耳朵和尾巴 其实也是一样 都是在超变手术之后 获得的一些异于长耳的特质 然后至于说他加入烛火英杰的理由 怎么说应该算是一场意外 就在加入烛火英杰之前 他是一条名为黄昏街的街道上 那是一条臭名昭著的 像平人窟一样的街道 然后他是那边的有名的废品大王 在那边小有名气 然后自己过着自己的银声 然后在一系列的偶然巧合的促成下 他顺利地混进了《烛火之沃》 并且顺利地经过了一系列其他的巧合 最后又成为了一名烛火英杰的一员 那他在英杰中的实力呢 按他自己所说是属于相对较弱的那一方 当然也正是因为帕朵力量有限 所以他会产生一些非常异于其他英杰的想法吧 那果然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就是这个英杰群体中一个普通人或者凡人 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自己去做些什么事情真的就能改变了 或许是不能了 那就把今天过好 今天想去睡午觉那就睡午觉 今天想去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珍宝 那就去四处的寻找 对帕朵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毕竟怎么说 明天的事情就明天再说了 那今天的好太阳必须得今天去晒对吧 这其实就是帕朵菲利斯最简单的人生哲学 也是他一直贯彻至今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最开始就和文艾讨论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接到了几个要素嘛 乐土的老板娘有点盗贼的元素 开始想的是穿着景深衣的那种形态 本来想了想跟乐土可能不太搭 乐土的那个风格建筑风格可能不太搭景深皮衣这种元素 所以想那不然换一个搭配点的一与五娘 然后就往那个方面走 走的时候就想让他肢体语言可能可以展示多一点 所以想让他穿的稍微清凉一点 方便他运动一点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自然他本身不是特别强力 可能都会需要一些小道具 这个就是小道具的一种就是闪光弹 然后闪光弹外面包的那一根根的那些小金属 就是他开锁用的一些小工具 方便他办事的时候 就淘宝用的丢出去可能就爆了 其实我刚接到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在想很开心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眼睛怎么办 我们平常知道的猫眼那种的话其实还是平面化 你一到侧面的时候就露笑了 而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定制化要去处理的 就是把这一块侧脸也可以做得很完美 然后耳朵这次呢我们特意去做了一下猫耳的定制表情 然后平常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动作的时候 会无意间会有一些耳朵的那些灵动的那种感觉出现 这个需要玩家自己去发掘一下 看是每一个交互的动作的时候才会有了 帕朵是十三星阶当中的最末系 他的能力并不是十分的突出 但是当他有他的搭档罐头帮忙的时候 他也是能发挥出一定的战斗力的 我们为帕朵和他的猫咪设计了不同的协同攻击 根据罐头现在的心情我们可以释放不同那样的攻击 这也是这个角色的核心玩法 为了找到这种感觉的 我们是找了很多猫咪一些相关的 不管是走路的姿势啊 还是就是说一些他们悠闲的姿势 或者说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说对你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都找了很多这些有关的东西在里面 除了猫之外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外形呢 也也是有这种抑郁的感受 所以呢我们在一些pose里面 就会有相关一些舞蹈类的啊或这种抑郁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腰身的扭动的幅度啊 还有一些这个S型的曲线会表达的比较夸张一点 哦我好快乐 我喜欢这个角色哦 帕朵使用的是我们游戏当中全新的武器 这是一把多变的武器 在不同的角色手中它可以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战斗风格 还刃在帕朵的手中通常会当作双刀来使用 这个武器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我们不再为每一把还刃武器单独去设计武器技能 而是为每一个使用还刃武器的角色去设计独特的武器技能 我们在实际制作当中一直在想如何去在特效上体现它猫咪的一个个性 于是我们其实想到了很久之前的白练 它的奶勾掐 它可以打出那个机械的猫爪 我们为帕朵也做了相应特效的猫爪 这是它最大的特性 而且它的猫爪的做出来之后的肉球质感 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的 帕朵菲利斯的必杀技 我们在最初的构想几乎是一拍即合 我们都希望将它这只肥猫罐头变得巨大化 然后用一种太深压顶的方式来攻击敌人 在具体的设计上 我们参考了一些马戏团的元素 帕朵会将它的还刃 置向空中变成像马戏团的火圈那样 然后罐头会钻过这个火圈 之后受到帕朵英杰之力的加持变得巨大化 然后砸向敌人 造成字面意义上成敦的伤害 小心 天上要钓猫咯 在5.6版本的乐福重新的故事当中 我们会跟随着牙医的脚步 在帕朵菲利斯以及其他英杰的引导下 去揭开更多与乐福有关的秘密 当然就像之前每次乐福重新一样 我们也会遇到更多英杰 站在我们的队里面 我们会像之前对战艾利 或者说对战梅比乌斯一样 会去与更多的英杰战斗 那么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稍微摸个鱼休息一会儿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转发 收断 遍石自然的忍状